人潮滿滿的還有南投親近農場 大家踏青喔 可能就怕羊織等動物 在大批人潮來臨的時候受傷了 因此農場特別成立了 梅亞救援隊 精心訂製專用的單架 還有外傷救護的噴劑 如果發生緊急狀況的話 就可以馬上出手救援 梅亞妹妹叫不安分的小叫東亞洞 被送上特製單架 用繩子捆綁牢固後 抬到空地檢查 他們可不是在欺負羊隻 而是動物們的救星 梅亞小隊 草原就是我的主場 綿羊們如同小朋友亂跑亂鑽 南投親近農場採取自然放牧 綿羊難免跌倒或被樹枝刮傷 加上春節將至大量遊客到來 農場特別成立救援小隊 隨時待命 如果我們單手去抓取羊會震撞 所以我們用單架把它保定的話 它比較不會移動 造成惡吃的傷害 救援隊進行減傷分類 若傷勢嚴重 會透過單架採取肢體約束穩定 若是發現綿羊身上有藍色噴劑 不要緊張 這是受傷輕微的羊隻噴咬治療的痕跡 外傷噴劑 然後先給牠做一個隔絕的保護 跟那個傷口的預言 民眾趁連假到農場踏青 梅亞小隊也做足準備 因應這波旅遊潮守護 可愛動物們的安全與健康 解釋成那頭報導